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在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里 仍然邀请了夏凡哥哥来说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 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影响埃及和迦南地的大饥荒 虽然雅各一家靠着几个儿子带回来的粮食 好不容易度过了几天 可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一方面饥荒是越来越严重 另外一方面大家还是担心 被当作人质留在埃及的西面 约瑟的几个哥哥 每天就跟父亲不断地保证 一定平安地把变雅敏带回来 雅各坚持了好几天 可是眼看家里的粮食 就快要撑不下去了 心里头想呢 就答应他们吧 让这个最小的儿子变雅敏 带到埃及去 证明他们的清白 可是又实在担心 到时候万一有个差错 他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小朋友 雅各他最后会同意 让变雅敏去吗 如果真的带到埃及 变雅敏万一有什么样的遭遇 会怎么办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饥荒 雅各一家人很快就要吃完 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了 这下子轮到雅各 对儿子们说 要他们再去买一点粮食回来了 这时候犹大就跟父亲说 哎 爸爸 那个埃及的宰相 可是严厉地警告我们 除非啊 咱们带小弟一块去 要不然就别想见到他 如果你可以让小弟跟着一道去 我们才能够替你买粮食啊 雅各就回答说 都是你害我的 干嘛告诉那个宰相 你们还有一个弟弟呢 这下子轮到弟兄们不平了 有人就回答说 不能怪我们哦 那个宰相就不断地问咱们家里面的事呢 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啊 这些 我们也不过照实回答他嘛 怎么知道他要我们带小弟一块去呢 犹大这时候忍不住就对父亲说 爸 把变雅敏交给我们 我们来负责 趁现在赶紧出发 这样一家老小就不至于饿死了 你放心 我愿意负全部的责任 如果没把他平安给带回来给你啊 全部算在我头上吧 要不是我们一直僵持在这儿 我们早该来回两次了 雅各听了就说 啊 既然非得这样做 那那你们就多带些松纸啊 蜂蜜 香料 墨药啊 酒色 杏仁这些东西 这些地方的特产呢 当成礼物 送给那个宰相 还有这次啊 带双倍的钱去 因为你们也要把上次在袋子里头 发现的那些钱还给他 我猜你一定是弄错了的 你们就把弟弟带去吧 赶快去见那个人 尽早回来啊 愿全能的上帝 使他连续你们 让变雅敏跟西勉都回来 哎 就别管我了吧 如果命中注定该失去儿子 那就按照上帝的心意吧 唉 讲完之后 兄弟们就照父亲的吩咐 预备了礼物和双倍的钱 就带着变雅敏 出发前往埃及了 终于好不容易到了埃及 跟着去到官府 见了约瑟 约瑟见他们 带着变雅敏一块来 就私下交代管家说 等一下把这些人带到我家里 中午我要跟他们一块吃饭 你们记得宰一头牲畜 好好准备一顿丰盛的宴席 管家就照着约瑟的吩咐 去见他们 而且把他们带到约瑟的家里 可是对于哥哥们来说 突然被带到约瑟的家里面 反而开始害怕起来 心里就担心说不定 就是为了上次带子里面 发现的那些钱 约瑟准备把他们带回家里面 然后安排人来偷袭他们 把他们的财物都给抢走 然后强逼他们当他们的努力呢 就在这样想着想着的时候 很快到了门口 他们就赶紧对管家说 你好 要请您听我们说明啊 上回我们买粮食 正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啊 晚上休息 打开袋子的时候 发现每些买粮的钱 都还在袋子里面 现在我们可是把这些钱 都带回来 是要还给你们的 这次要买的 我们还另外预备了钱 来买粮食 你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 可是真的我们不晓得啊 上次是谁把钱 放回我们的袋子里头的 管家这时候就笑笑的回答说 别焦急 也不要害怕 我猜啊 这一定是你们的上帝 是你们父亲的上帝啊 把那些钱 放回你们的袋子里头的 你们上回买粮的钱啊 这里是早就收下了 当管家邀请他们进屋以后 也顺道把西面带出来 交给他们 接着管家就安排给他们水洗脚 还喂饱了他们的驴 这些哥哥们就开心的 把礼物准备好 要等中午 约瑟回来的时候送给他 原来管家已经告诉他们 等一下他们要跟约瑟 一起吃午饭了 当约瑟回到家里面 他们赶紧把礼物给带进去 一一地献给约瑟 还向他跪拜 约瑟就和气地问候他们 很高兴他们可以证明他们的清白 接着他又问他们说 哦 对了 你们向我提起过 有一位年迈的父亲 他饶人家 这次回去看他都好吧 身体健康吧 哥哥当中就有人回答说 是是是 这您的仆人 就是咱们的父亲都很好 也健康 谢谢您的关心 接着约瑟 看见自己的弟弟 变雅敏就说 嗯 很好 这 这位就是 就是你们告诉过 我那个最小的弟弟吗 孩子啊 愿天父爸爸赐福给你啊 讲到这里 约瑟终于见到自己的弟弟 其实心里非常的激动 差一点啊 就当着大家的面哭起来了 他忍耐着 先推到一边 稳定情绪之后 洗了个脸 才又出来 跟大家一起开心的用饭 要大家不要拘束 按着埃及人的礼节 约瑟他自己坐一席 然后他的兄弟们 一起坐在另外一桌 接下来那些被邀请 参加宴席的埃及人 也另外坐了一桌 原来啊 在古代的埃及人认为 跟西伯来人同桌吃饭 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情 其实当埃及人 称呼他们为西伯来人 就是指他们 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所以即便约瑟已经贵为宰相了 可是跟埃及人吃饭 还是分桌而食的 这个时候兄弟们就被安排着 对着约瑟做席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被安排的位置 就刚好按着他们的 长幼次序坐下来 兄弟们一边坐 一边互相看了好几眼 觉得非常的惊讶 最特别的是啊 他们的菜 都是从约瑟那一桌 分送给他们的 可是一到变雅敏的时候 他就会分到 是别人的五倍的量 尽管他们很惊讶 这样的安排 可是这么丰富的饮食 当他们跟约瑟一起吃喝的时候 一下子就全忘记 这些巧合的安排 他们只管非常快乐地享受着 吃到一半 约瑟就私下交代管家说 你去看 就知道他们能够负担地 尽量把粮食 装满他们每个人的袋子 还有那些买粮的钱 也都放回他们的袋子里头去 至于那个最年轻的 你还要把我的饮酒杯 也放进他的袋子里头 管家就这样照着去做了 这一天他们酒足饭饱 又在约瑟的关底 好好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约瑟就让管家 送兄弟们回去 这些兄弟们开心地上路了 这次来买粮食 真的是太顺利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离开多久 约瑟突然对管家说 你快点去追那些人 去问他们 为什么以恶报善呢 竟然偷走主人的饮酒杯 告诉他们 那个酒杯是我喝酒跟占卜用的 他们可是犯了大罪了 管家想都没有想 就赶紧快马追上他们 就告诉他们说 他们偷了那个饮杯的事情 这下子这些哥哥们可慌了 赶紧回答说 先生你说这什么话 我们发誓 我们真的没有做这种事 你知道的 上回啊 我们发现在袋子里的钱 还特地从迦南带过来还给你们 怎么会偷走你们主人家的经营财物呢 先生 如果你在任何人的袋子里面 找到那个酒杯啊 那个人就该死啊 我们其他的弟兄啊 也给你们留下来做奴隶了 管家就说 嗯 我相信你们说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只要找出偷走酒杯的那个人 把他留下来做奴隶 其他的人呢 都可以自酒离开的 接着大家就自动地把袋子都卸在地上 又打开袋子 管家就一个一个地仔细搜查 从老大的袋子开始 一直查到最小的 结果就在变雅敏的袋子里头 找到了饮杯 这下兄弟们都吓傻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好把行李仍然拖在旅背上面 跟着管家回城里头去了 这下子问题大了 父亲雅各再三交代 一定要把变雅敏给带回来 可是没想到 竟然在他的袋子里面找到了饮杯 这些既然是约瑟设计的 难道约瑟还要借着这个事情 来报复他的弟兄吗 还是找个理由 把变雅敏留下来呢 约瑟经过这两次给他们的难题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儿童圣经故事是越来越精彩咯 别忘了下次我们要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儿童圣经故事 祝福你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天天有主耶稣与你同在 保护你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祝福我它的回事 看我 你 ghost 找一个水 不疑 红役 你 你 不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